有著企乎社會教委託高雄市集溫社区關懷協會 屬成立的北河社区進化法務中心 在十八河上後正式改革開用 未來會提供給中部的登校法務主寸 而且最特別的是 還有一個空間讓中部可以親手為大家煮咖啡 對法務別人的規定當中 來致到麻麻的心就感 他們出購命跟著照片 希望可以迎接出跟家裡一樣的輕鬆氣氛 有著企乎社會教委託高雄市集溫社区關懷協會 屬辦理的北河社区進化法務中心 十八河上後 在台北市立民間跟德威貴賓的競爭之下 正式改革開用 未來會提供給民眾 各種登校法務主寸 哇 我們白河一點長照 整個服務中心 我們的照片正式開幕營業囉 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日照 真的是可以讓這些長輩 不要說整天都自己在家裡 在我們日照中心 會有人跟我們照顧 有人跟我們上課 可以交朋友 中島也有人跟我們處理 這樣 怕你也很放心 也很安全 也沒有日常都在睡 晚上可以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們長輩 可以交朋友 還有更健康 還有人照顧 怕你是不是也可以放心 出去外地 出去上班 也可以晚上全家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很值得來推動 在這個服務中心 最特別的就是金卡咖啡館 讓中部來到這裡 請求請咖啡給大家拼賞 不僅是提醒服務拼賞 竟可以讓中部在服務人員的過程當中 在中間外面的心情感 也購命叫做廚房 他們就出到家裡一樣的輕鬆氣氛 很多人我常常出去 我想 疑託 或是說我們各級的 這些 我們的長官 朋友 都會常常聽到 長照到底在做什麼活 長照常常聽到 但是 要怎麼收容 要不夠很清楚 甚至說 真的有需要的 這些中部 或是這些 中部的家人 都不知道要怎麼收容 所以 我們就第一間的 這個廚房 照顧咖啡館 希望說 這是我們的社區的民眾 希望我們的民眾 有認可 跟中部照顧的問題 或是跟長照照顧的問題 隨時都可以來這裡 喝咖啡 喝茶 在這裡 問 但是 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有超過27萬人 尖中人口所為 百分之十四 是六都裡面第二名 在這種狀況之下 老大人照顧 無需求 就更重要 市府也正在設計 努力討電 各種的照顧咖啡店 你這次的照顧咖啡行列 不僅是提供 給中部的 一個實現組合的地方 對著照顧咖啡來說 也能在這裡 立著穿空的空間 記者 各家民北合区 蔡鳳伯德 有些人的出口 我會想要按照顧咖啡 然後使用咖啡 多個小的照顧咖啡 所以我會想要按照顧咖啡